哈喽大家好我是咖啡 给大家这套比赛7L对Rushly的第二场比赛 好了我们因为AP的话就不用快进了 我们看一下这边阵容 单车这套比赛用了潮汐 Bending还是继续空卡 Android用了一个TK 这边的话是DJ用的CM继续辅助 龙底迪用了PoM 龙底迪的PoM 个人感觉 不是很稳 不是很稳 我也告诉ES 这边阿萨阿德剑胜AV组合 Win的宙斯也很稳了 PG的萨满 Shadowhunter NSVlog 那天方这只用相对而言 起码这两个点NSVlog跟宙斯的这个 Win用宙斯很稳的 然后阿萨阿德这个IDC里面好像也很爱用剑胜 比赛里也爱用 但应该也稳 我也告诉ES更稳了 总想看还是天天比较稳 比较稳 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双方的装备 那么TK这边还是出门了 这里的黄 这边还有一些小分队 仿照这阵容基本上算是换过来了 这是多了个剑胜 果然 Cosplay那一场 Cosplay我不用上网 So 我们班有几十口 不知道谁能听出来这首歌是啥 啊 谁能听出来就回留言 好不好我们有奖 他这个奖品不知道怎么确定寄给你啊 所以还是辛苦点了 这边也是猫的真的要拿一血 嗯 这个猫太明显了 潮起这么大个往这躲 好那么也是中路还是TK 下路的话是船长 破母游走啊 这两个人再上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打法 这也是龙里的很难用的 破母游走打法 直接来堵他们 我们看啊 三打二 街上有转的 所以街上可能会转死一个 哎 这过来 一拖减速 一个 后手剑 A一下 但是这个叔叔能跟上 我还是跟上了 一血小分队一血一血一血 漂亮 cosplay一个一血 好 这边三个人都半血 但这个月不值了啊 赶紧喝罐子 而且把这波兵捞走 那么这波兵捞走 代表你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够获得经验 只能被这波兵 撵着 撵到这个塔下 这个一血战术也是非常硬霸 那不知道会不会各大路人局里面 啊 黑店 这个来用呢 一血小分队啊 先手一后手 呃 先手这个 减速 后手E 然后再接一个后手剑 或者是后手剑 再接后手E 都可以 看具体情况 太远的话最少先E 近的话可以考虑先剑 就算ES走下 那么问跟V告子两个人也是非常橘的一对朋友啊 两个人常常走一路的啊 关系非常之亲密 这一箭没射到 有点远了 有点远 那波姆可以继续游走 来下路 不过来下路可能男人头比较困难 船长必须来配个顶起才可以 中间这个还是再来 空服 啊 应该是有回复过刚才 为什么这么满呢 身体 还是裸鞋的阿萨特啊 继续来点给了一下 这边Po我们在找机会 我们给龙底的一个镜头 上一场就比较飞翔出的这场 能不能继续延续的发挥呢 嗯没有出剑 出剑的话这两个人能不能杀死还是个问题 因为毕竟有肩胜前面转 可能会考虑把CM给转死的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 但是CM只要保证满血的话还是没问题啊 如果耗龙半血就不好说了 这边来拉这个野我们看到没有 怎么拉的 这个野是 怎么拉是在这个点拉 对不是在上面那个点 上面点我试过拉不了的 在下面这这条路拉 是能把这个野拉过去的啊 兵拉走 这是我之前专门试了一下 这个点拉比较困难 基本上拉不上来 从这个口拉 这个口拉的话要求你兵线推的非常好 才可以拉呀 兵线往后一点 你这个拉兵就看见了 给这个减速追着A一下 因为潮起这个在减护甲一个兵 这个兵 看来是三升啊 三升兵女 应该光环肯定要升吧 光环升的话那个也要升 就导致什么都升得不好 一般来说第一技能可能只升一级啊 二技能肯定要升满的 三也要升满 具体优先级的我看情况 看你们线上是不是靠反 靠蓝吃饭的人多 这边也是剑射中了 但是呢 这个输出能不能跟上 漂亮 这个阿萨子也只带一个罐子 啊光环子也没了 小鸡带不来的话就混不了线了 看来得碰木者前期都会打得非常主动啊 积极主动这个 神剑各种不断 但这一剑可能不算特别神 因为这一片是比较容易中剑去 尤其是在这边你会有个树林帮你挡着 你这个人会非常的 紧急性非常低啊 中路两个人对A 四级波浪克打四级的TK 这边绕过来强杀又是一剑 诶这个 替一下阿萨子的死了 再点着追 往塔里堵 冰女 技能有没有 没有 强A 三本还是倒 但这个潮西可能也走不了 潮西 那单车这个 潮西一个WQ 但是马上就要送掉啊 马上送给塔了 这边TK也是稳压波浪克 刚才因为中路绝对有人头就切过来了 所以没有看到碰木那一剑 怎么出的 因为不能视角都给碰木一直盯着看 诶 现在F一个 能追上有鞋子 能不能双杀呢 阿萨子 A神 一刀 冰卡一下 漂亮 冰住了 下一刀看 一个卡位 这一刀还是可以出的 漂亮 阿萨子回家先还是拿那个人头 碰木这边也没有继续追击了 潮西这边回来 给了一个减速 刚才 这个阿萨子没有一直回 没有直接回家吗 选择在外面浪 给它 用个罐子 这一刀还射中了 但是这个本来想射 射这个剑胜的 小孩过来挨这一剑 不过也没有大碍 下路船长 我们看 上一把奔进船长打还是不错的 当然也离不开窝道 给他保 这把会怎么样呢 我们继续来看比赛 安全这边空到服 拿到斧头 可能这次要考虑 诶 两个人过来加他 我们看 中路两个人在加 导弹一个 那这张米赛这段时间 威告一直在下落 没有游走 这边一个罐子在勾引你过来打 但他没打 忍住这个诱惑了 竟然没有去点有罐子 我跑去点兵去了 这一张很费解 很费解 小孩想拿双人头 这边中路已经是 沃老格大定住 然后呢 奸绳1F非常漂亮 那么阿萨的这个奸绳 确实是 非常之骚 已经拿了两个人头 而且都是让我们觉得 一般比赛很少这么打的那种感觉 他来游走 只靠一个裸鞋游走 威告子也是先密法打法 沃老格到66 就用大佩克奸绳杀掉TK一条命 那么TK这样子打的话就很危险了 非常之危险啊 你估计这张片能够出BOT的是个大问题 不过几方有POM 那么拿POM也是为了不让TK在中路压力特别大 TK只要中路有两个人 恶心他就很烦躁 过来一个技能甩腕 走人不急 再过来一个技能甩腕 走人不急 你TK你怎么打 对不对 当然你要能坚持 跪在坚持 你只是上来恶心一些 让TK又过一会找到感觉了 那就很不得了 网住 过来 这边 威告死了 我们看这边吧 这边点一下 冰女衣裳拍死 当然冰女也走不了了 一个减速 但这个减速能减多久 潮汐有没有技能 卡 潮汐还有技能呢 再不走你可能也要死 所以我们看 死边还是挺猥琐的 往回走了 诶 潮汐 注意点 这边也是甩个技能 准备回家了 他一个刚才技能补了两个兵 中路又是打得起来 是假身在点TK 下路这边 宙斯跟船长对线 这个换向服是最难让我判断的 看起来 小Y过来 找去网 网 网 网住A一下 再A一下再转 对不急 这边直接TP电一下 杨柱漂亮 干掉 PG拿这个人头 小Y的人头 小Y的话最近很流行 打永远 插棒打永远 因为棒的CD很短 这边绕我来 诶 就是没绕 这边顶 我们看这个顶 顶着小兵了 那么自己都危险了 船长注意一下 这个F5没封好 中路还是两个在对A 三个 三个人来打 强杀着NS 比赛的节奏也是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紧张 这个看来之前 艾瑞克说这个有中国公司在 在挖VGOS 这确实是如他所说 成真了 的确啊 游戏蜗牛 有一个蜗牛 这边上路是打的吗 我看到上路 红星星